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逆》 作者尔根,演播丸子冯宝宝,后期制作云曼 1341集 文斗 雪神子心神轰轰,整个人面色刹那间,再无半点血色 被王林这摇摇一指,好似断去了其全部生机一般 在那漩涡百丈外,王林脚步停下 对方是罗天老祖,更是与界外一战之中的强悍之人 且在那朱雀星,二人也曾短暂的联手 王林尽管并不在乎其修为 但第三部大能之间应该有的尊重,还是要给对方留下 鲁夫子面色阴沉,眼中又犹豫之色 鲁夫子前辈,那个地方只有晚辈可以带你进 雪神子苍白的脸,带着绝望的神色,看向鲁夫子 正焦急开口中,却被鲁夫子打断 老夫自有定夺 鲁夫子从盘膝中站起身子,向着王林一抱拳,缓缓开口道 王林道友,可否给老夫一个薄面,放过此人 此事算老夫欠你一个人情 王林望着鲁夫子,半晌之后摇了摇头 此人对王某有大意义,还望道友莫要阻止 那鲁夫子神色阴沉,他虽说性格谨慎,但身为第三不大能的狂傲,却是早就已经深入骨子里 这数万年来,他叱咤已久,地位尊高至极 说出之话,在罗天如一言九鼎 没有人敢有半点反驳 眼下,他自认为已经放低了姿态 以欠下人情为代价,对方怎么地也要给自己一个交代才是 可王林的话语,似乎对于他的人情没有半点在意 如此一来,这鲁夫子脸上慢慢浮现出冷笑 老夫倒要看看,你凭什么有如此信心 在老夫的行政内与老夫一战 你那义后之力虽强,肉身尽管强悍,堪比第三步 但老夫迈入第三步大能境界数万年 岂能是你这狂妄之人可以理解 王林神色如常,双眼慢慢露出寒芒 并未上前,而是右手在身旁一甩 冷言道 莫要废话,你要战,那便战 三步大能之间呢,若无生死之仇 若无必杀对方之心 那么彼此之间一战,相互的尊重是必须要有 毕竟能够成为第三步大能者 在这星空中无数万年来,也就只有罕见的那么一些 与庞大的修道人数相比,实在是太少太少 鲁夫子更是成名已见 且与王林没有任何仇心 眼下虽说因为血神子出现了对抗 但也仅仅是对抗而已 鲁夫子不会为了血神子而太过得罪王林 在他看来,这王林已经不是之前分析与自己持平 而是略占据了一丝优势 但他自认为自己踏入第三步数万年 在经验上远远超出对方,倒也并无畏惧 王林虽说并未踏入第三步 但以其肉身却足以堪比第三步大能 而且他在界外太古星辰所经历之事 遇到的第三步大能诛人 鲁夫子在其眼中什么也不是 既然这鲁夫子冥顽不灵 王林不介意对其略加教训 而且他骨神肉身七星之后 至于拓森一战 还没有与任何一个第三步大能交战过 此刻面对鲁夫子 王林也起了一战之意 鲁夫子目光一闪 盯着王林眉心 清晰地感受到其身上传出的那股滔天战意 双眼瞳孔略有一作 立刻改变了主意 王林道友 你我二人若是全力出手 这罗天星欲怕是无法承受 一旦引动了封界大政幻化 到时候触犯了阵法 未免得不偿失 索性我二人文斗 三局定输赢 若你赢 血神子老夫亲自送至你手 但若老夫赢 你速速离去 从此之后 若无老夫同意 不得踏入罗天半步 你可敢与老夫闻斗 鲁夫子自存 就算是与王林交战 极大的可能也是平手之局 一旦这样便陷入僵局之内 且稍微不注意 很有可能受伤 眼下备战之中 他若受伤 并会影响日后的计划 失去了夺取 界外香火的机会 这种事情 他不得不去顾忌 文斗 王林一声修道 几乎从未与人闻懂 此刻听闻 那鲁夫子的话语 眼中露出奇异之蒙 界内不比界外 三部大能之间 若是展开神通 强力厮杀 定会引起星空 大范围崩溃 露出星空下 那环绕整个界内的 封界大阵 这一点 王林很是清楚 没错 我界内第三部大能 虽说极为稀少 更是万年罕见 但还是有那么几人 我等之间 轻易不会出手 生死交战 若引动了封界大阵 得不偿失 故而便有了文斗之约 这第一斗便是练器 就地取材 练出一样法宝 以这法宝展开 第一次的文斗 你若不擅长练器 练丹也可 甚至练魂也无碍 第二斗便是悼念之斗 最后一场 则是一世神通 三斗之后 你我高下立判 也为日后相见 留下一丝情面 王林脸上露出微笑 看了那鲁夫子一眼 大笑一瞬 长笑道 哼 也好 你要文斗 王某可以奉陪 鲁夫子听了此话 内心松了口气 他看到王林那战役 察觉对方那战役内存在的自信 隐隐便有了不妙 他性格一向谨慎 却身为罗天老祖 身为第三部大能 他输不起 故而说出了文斗之约 此刻看到王林同意 不由的内心冷笑起来 此人年纪轻轻 修到时间不长 尽管此刻拥有了这等修为 但其他方面定然不行 他鲁夫子在第三步空涅初期停止了数万年 一直因缺少香火 无法达到空涅中期 在这数万年中开始摸索炼器 炼丹与禁止之道 信心充足 请道友选择第一场文斗 锁炼之物 鲁夫子缓缓开口 那就炼器好了 王林大有深意的看了鲁夫子一眼 鲁夫子神色如常 略一点头 但心中却是冷笑 他在炼器上的造影 抵制炼丹还要高明不少 甚至他最强的那件法宝 也是他得了残器后 自己亲手寄令而出 他不再与王林废话 大袖一甩 其身体外的那巨大漩涡轰然一转 好似起了无数迷雾一般 急速旋转之下化作一场风暴 其身子在这风暴掀起中直接飞出 刹那就离开了漩涡 出现在了那磅礴星阵的上空 在其身后 那数万雷仙殿修士 一个个目光投来 在他们的眼中 清晰地露出狂热的恭敬之色 鲁夫子 罗天之老祖 包括漩涡内的眼雷子三人 也同样神色恭敬 鲁夫子在他们眼中 就是罗天的先生 此刻能亲眼看到 这心目中的老祖之人亲自练机 对于这数万修士来说 足以让他们心神蓬蓬 激动不已 老父今日锁链之宝会留在雷仙殿中 成为我罗天雷仙殿至宝之物 日后再与界外之战中开罗天仙榜 绑开三月内杀敌最多者 得此宝 鲁夫子的话语 缓缓传开 落入四周 每一个修士耳中 在这声音落下的刹那 立刻便有阴冷 滔滔而起 却是那数万修士 一个个神色振奋 功声如潮 鲁夫子在星阵之上 与亡灵之间阻隔百丈 其右手抬起 向着星空一指 轰然间呢 却见这璀璨的星空中 顿时便有阵阵星光 从四面八方闪烁而出 转眼间 这整个星空 似乎被星光笼罩 一眼看去 朦胧之中 展露出一幕极为绚丽的画面 老夫今日便以这 螺天星光为根 右手抬起 向着那弥漫了星空的星光 摇摇一撞 顿时无尽星光 急速而来 在鲁夫子右手之上 疯狂的凝聚 瞬息间 便有一个星光之影 幻化而出 这星影 赫然就是一棵大树 那大树由星光组成 散发出刺目之蒙 一眼看去 如同是被无数修真心 凝聚而出一般 此书啊 高约数万丈 漂浮在星空中 你这螺天万古岁月中 弥漫在星空的尘埃为体 您此宝之行 鲁夫子声音回荡中 其左手掐绝 向着星空一走 骤然间那 整个星空轰然一阵 这震动并非只是此刻 而是传遍了整个 螺天星域之内 化作无数波纹回荡之际 在星空中 立刻便有无数肉眼 不可察觉的尘埃之物 慢慢的被生生的震出 更是在这些尘埃出现的刹那 好似有一股巨大的犀利扯动 把这些尘埃横走 直奔 鲁夫子而来 如同有一场弥漫了整个螺天的风暴 在那轰隆隆的巨响下 卷着无尽尘埃 瞬息间就从四面八方来临 融入那数万大小的星光之树内 这些尘埃啊 实际上就如同灰尘 此刻不断的融入中 那星光之树渐渐不再模糊 而是快速的凝行 王林神色平静 望着鲁夫子练习 在他的目光下 那数万张的星光之树 转眼就彻底的出现在了星空之内 如同实质 以星空为土壤 以尘埃为养分 以星光为奇魂 仿若在万古岁月中 就存在的通天之树 赫然临现 一股浩荡之威 从这大树上缓缓散出 笼罩八方的同时 更有磅礴的生机 从其内扩散 使得鲁夫子身后 那数万雷仙殿修士 一个个精神大振 宝行已有 还缺本源 老夫虽说是罗天之人 但曾受恩于封仙界 一生感悟封之本源 眼下便让这法宝 融合老夫本源之道 鲁夫子双手伸开 一挥之下便有一股狂风 从其体内轰轰而出 其双目瞳孔中 更是出现了九道风之漩涡 这漩涡每一次转动 都会使得鲁夫子体内 爆发出风更为强大 瞬息间 这星空内的一切风暴 都在这狂风下崩溃 卷入其内 形成一股惊天之力 直奔那大树而去 王林神色始终平静 其身体被那狂风横扫 双目顿时便有雷火本源弥漫 层层抵消之下 身子一动未动 那狂风卷中大树 似融入其内 使得这大树骤然一颤 好似从沉睡中苏醒 一股刺空涅法宝的气息 骤然间就弥漫开 有了本源还少血脉 此物老夫既要留在罗天 送与他人便是罗天之宝 其血脉也应是罗天修士之邪 鲁夫子眼中金光一声 右手在身后一指 有风自其一指而出 直奔身后那数万修士 在这些人身上横扫的刹那 每一个修士眉心 都凝聚出了一滴鲜血 这些鲜血随风而走 瞬息间就凝聚在了鲁夫子身前 鲁夫子咬破舌尖 喷出一口第三步大能之血 融入其内的同时 大秀一甩 立刻其身前那些血液直奔大树 融在其内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密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竟在喜马拉雅 竟在喜马拉雅 竟在喜马拉雅